早安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好 跟昨天熱熱呼呼的秋老虎天氣逐漸遠離了 那麼在今天開始天氣會開始轉為濕涼 先帶你來看到在台北市的溫度現在來到24.3度 那麼降雨機率是來到了50% 先馬上透過我們的衛星雲圖帶你來關心了 在今天北部的海面其實有一道封面正在逐漸通過 那麼除此之外在今天午後的時候 東北風會開始稍微持續來增強 也因此午後開始迎封面地區會開始轉為多雲 還有有雨的天氣 另外就是會比較轉涼了 那麼剛剛也提到我昨天很熱 那麼在今天北部跟東北部 這個降幅大概有4到5度左右 高溫來到27到28度 陸夜清晨低溫則是落在22度左右 好 另外中南部則是不大受到影響 今天仍然還是可能會出現高溫30度 另外也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而外提醒您就是海上強風特曝 包含台灣北部以及東北部的海面地區 另外還有台灣海峽北部 這個今天雷雨區最大陣風可能會來到8到9級 因此海上活動的朋友要特別留心了 低浪降水電影來看到雨會下在哪裡呢 剛剛提到在午後開始 包含東部地區就會開始出現比較大的雨勢了 其中包含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 東部東南部等等地區都會可能會出現雨勢 那麼到了入夜之狗呢 主要比較集中在東北部地區 也就是宜蘭地區的朋友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橫川半島也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北部地區還有金門馬祖 也可能會有比較零星的短暫雨 因此在今天入夜之後 可以說是越晚 預示會越大 好 另外空氣品質帶你來看到 在今天其實是上午風場啊 東南風 因此啊 西半部的背風測擴散條件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其中列出雲家南溝平這些地區及今天是橘色提醒 因此如果是比較敏感一點點的朋友 出門記得要戴上口罩保護自己了 好 接下來呢 一週天氣狀況又會怎麼樣變化呢 剛剛提到今天開始要開始變成失良的變天天氣了 那麼這個雨勢呢 從今天晚上開始下一路到了明天 都還會不斷持續 一路要到禮拜天的時候 會有一個小小的降雨空檔 那麼包含北部東北部的朋友可以好好把握這一天 因為呢 禮拜天晚間會再會有 另外一波的東北風繼續增強 那麼這一波東北風呢 直到了週一 北北基東半部啊 都可能會出現局部大雨 另外就是低溫 也會比較明顯一點 清晨夜晚可能會下彈到20度左右 一路要到26號 東北風就會開始降落了 到時候溫度慢慢回溫 雨區也會來逐漸縮小 不過好消息是這中南部啊 這接下來一週幾乎都是維持多雲道型的好天氣 溫度變化也沒有很大 雨提醒您 中南部的朋友要特別留意 這個日夜溫差了 那麼在今天 北部東北部的朋友 出門記得帶上雨具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中南部電視 感谢观看